你是海關長是嗎 基隆關公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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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簡報 把我拿出來 就是物理七可 物理七可 把它關掉 特別給大家加油 但我不是只是來講好聽話 場面話 也因為主持進來 確實破國 所以全國因此 就非常的辛苦 我們警察同仁 民主同仁 全國查六千多場 一家一家 這就是從這裡破國 大家增加負擔 那到底 問題出在哪裡 就出在 方法 你剛才講過 一會兒大聲 一會兒小聲 就是因為你的麥克風 有時候習慣拿下來 這樣生意就小了 你有時候部長給你提醒 你就靠近來 他說生意就這麼大 你看我始終生意這麼大 因為我很習慣拿來客風 所以這就是你們的工作 請你找出 方法在哪裡 鼓勵要怎麼主動通報 所以因為中國那邊 都是那邊 做些文化換氣的 這邊 因為生意的東西 不敢通報 那他 怕生意不好 你不如把它整個撤照 看生意不好不好 還是撤照 要整個要整個要整 要這樣吧 你的努力誠實 獎勵不完 獎勵支持 制裁不完 像 那天機場 什麼事情就為虧 還會注意 我一講 第二天就撤照了 你看 你看我們去美國 美港 不成熟 終生不能來美國 你看 你看去美國 還挑鞋子 脫外套 還抽皮蛋 拿出一張馬來 既然你知道 他是因為生意 不敢檢舉 那你就讓他講 不敢檢舉 也許可以生意好一點 但你可能連照動 把韓國人拿出來 就好說麥克風 你要理的 你比較沒生意 你比較沒生意 你死亡維持著 老婆娃娃是對的 比如 連當勤這件難 會去第二次 這算什麼成果 這不叫做成果 如果這樣就表示走勢很多 成果是 從來沒有那麼遠走勢進來 走勢都不成功 這叫成果 我兩年多前第一次去 2019年1月14日 去桃園機場 他用一堆成果表演說 你看 我們多麼認真 我們查了這麼多 你看 從中國整隻火腿 學生行李帶進來 在上海沒有吃完 打包帶進來 你看一堆開進來 我們做得很認真 成果豐盛 謝處長你當時在查吧 黃建吉也在查吧 我說 那這這麼一堆怎麼查出來 他說 可能抽鹼 百分之三十 查這麼多 我當場就講 那 表示每天有這一堆的人 被多盡 所以還有百分之七十 沒有抽查 抽查三十就這一堆 那七十沒有抽查到的 一定比這一堆兩倍多 我下令五百五百抽鹼 就這樣 把方法改變了 過你七格 好過人一七格 只有 這個不是隨便這一區那一區 隨便走來走去 不要在區裡面的人 就是檢檢 他在一間對區裡 那隨便丟一看 就可以上場 這個就是這樣 不要這一種 第三 這個證件 不要謎謎謎 隨時更換 不是隨便 商家業者 他自己可以發證件 所以這樣來 我們海關跟民間差別在哪裡